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前任行政长官办公室接受了中心社记者的专访,他既与香港市民以主人翁的精神和姿态团结一致,贡献国家建设香港。 在当天的采访中,梁振英回忆起自己的亲身经历,感慨新中国成立7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8年12月,内地改革开放消息传来,刚从英国学城回港的梁振英随即响应,开始免费为深圳特区的拖荒者们分享香港发展的专业制度和理念。 作为一名专业测量师,梁振英当时主要负责向内地介绍土地经济、土地管理制度、城市规划等内容。 讲课的范围很快从深圳拓展到上海,他先后受邀出任上海及深圳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上海浦东开发领导小组顾问。 因为工作原因,他走过很多内地城市,当时的住房条件和今天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大小城市的住屋条件是非常差的,好几户人,就是一个很小的空间,没有私隐,没有自己的独立的卫生间。 有很多夏天的时候要去到街道那里,直地而睡,但是现在你看一下内地的住房条件。 1988年,西届全国人大依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载入宪法。 这一土地制度改革,与梁振英十年来努力向内地介绍香港土地制度有一定的关系。 住房制度改革逐渐遍布全国,汇集老百姓。 从桶子楼,大杂院,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如今已突破39平方米,比1949年的8.3平方米增加了3.7倍。 在这31年里面,中国的城市发展,土地规划、建设的速度和规模,是人类历史上,不只是我们国家的历史,人类历史上没有的。 我们在短短31年的时间里面,基本上解决了全国人民,我们在说十几亿人住屋的问题,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 上世纪80年代,梁振英积极参与回归工作,曾担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香港特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清理了基本法起草过程,香港回归前过渡时期的风雨和回归庆典的历史性时刻。 梁振英回忆,在香港回归的后过渡期,已故诺贝尔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断言,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存在两种货币,并预言港币会被人民币吞噬,令许多香港民众韧心惶惶。 然而,经过一国两制的实践,当年的顾虑早已不复存在。 至于一国两制在实践过程中面对种种新挑战,梁振英指出,基本法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的构思,因此,要确保一国两制的构思。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行稳致远,关键在于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 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说,现在也有人要提出双普选,普选行政长官是怎么回事呢,在《基本法》里面我们要纯粹选章,最终达到一个普选的产生行政长官的目标。 但是普选行政长官有一个前提的,就是提名是由提名委员会提名,公民提名是违反《基本法》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措施,每一个评论,我们都要以《基本法》为起点,为以归。 无论在香港或在国际社会发生任何事情,我们要坚持,坚持一国两制体现的《基本法》,那160条。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的历史性机遇就在眼前。 梁振英认为,香港未来因不断调整功能,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香港市民不但是香港的主人翁,也是国家的主人翁。 希望所有香港市民,我们所有14亿中国人民,在香港发展,国家的发展当中,我们积极去改变市民发展的趋势,从而得到一个我们最理想的效果。 梁振英说,香港当前面临一些风波和挑战,需要沉着应对。 从长远来讲,它对香港和国家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我觉得我们有信心,我们沉着应对,我们可以处理好眼前的问题。 而长远来讲,香港发展,我是有信心的。 香港在国家不断发展,我们民族复兴的过程当中,我们扮演的积极角色,这个我是有信心的。 对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70年之后,我们未来发展,我是更加有信心的。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